交通死伤事故居高不下 凸显了我国交通规划与政策的失灵 跟不上都市与交通发展的道路设计 早已不再适用 而官方却迟迟未有奏效的对应决策 没错 看着官方进入当中 每一年有近6700条的生命 断送在一场又一场的交通事故当中 我们除了感到惋惜和悲痛 更多时候是愤慨和无奈 因为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很多时候是人为因素 那五月广场的第一站 我们就从交通安全和道路设计说起 谈一谈失落的道路设计蓝图 我们对交通安全事故已经麻木了 因为太了解之后 我们麻木之后 我们就觉得无感 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也是一个悲凉的结论 从数据来看 从2010年到2019年这十年间 我国年均有6730人死于交通意外 这意味着每天有至少17个人丧生 每90分钟就有一个人死在公路上 而其中大约一半的死者是0到30岁的青壮人口 一旦悲剧发生 折损的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也葬送了每一位往生者的家庭幸福 这个已经是10年前的一个数据了 比如说如果你安全 你活得下来 你大概会有3M 至少3M是贡献给这个国家 当一个人死亡 比如说他是一个爸爸 他有年迈的父母 他有孩子 他老婆 他走的时候 他家庭怎么办 他家庭的状况也是一种损失的 比如说孩子嗜血 不能读书了 其实他还附带这些损失 是没有被估计到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是非死亡 不能走路 你残废 他说你需要更长的医疗的照顾 所以这个是一个更加庞大一个数目来的 我国是强制实行交通安全教育的国家 从1996年开始 中小学陆续宣导 整个体制看似完整 但吊诡的是 根据道路安全研究院数据显示 本地交通死亡事故 超过八成都是人为态度所引发的 而这无疑是给一直以来的交通安全教育 以及响亮的耳光 白正心态 或许要从驾驶训练的基础下手 应该涵盖认知能力 心理行动能力和情感态度这三大面向 可是我国驾训班只注重技术面的培训 或死记硬被条条款款的交通法规 以应付僵化的考试制度 教官叫我哄我就哄停下来 其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停 请我走 这点就变成这 之后我可能我不尊重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 所以这是我们叫做 knowledge那边 给予的一些认知跟了解 在那部分 我们不再应该只是说你跟instruction 我们要给你了解到 为什么你这样做 可以帮助到些什么东西 而且可能你自身会影响到什么东西 日本 新加坡 澳洲 纽西兰 任性活 在他们的driving test 他们有一个component 就是hazard perception test 就是我要test你 我要去看你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能够去perceive那个hazard 你能够在几秒钟还是一秒钟 意识到这个危险的话 这样你就有能力去回避它 这点我们没有 我们在态度修正的路上 似乎在开倒车 以我国目前状态来说 执法是维持道路安全的主要手段 可是公家单位频频为罚单折扣 是变相在纵容违规 大大削弱了执法和罚款的 惩戒效力和阻合力 有罪侵罚 会让驾驶者更为放肆 恶劣态度成为会扩散的社会传染病 破坏守法环境 或沿社会和下一代 最终的代价就是性命和人生 因此罚单金额不能减 反而得再提高 13%的死亡交通事故 源自于糟糕的道路设计和路况 若以时速60公里为基准 汽车行驶时速每加速5公里 死亡风险就会增加一倍 而相较于汽车 摩托车的保护装备和安全科技 更少更简约 所以死亡风险也更高 因此没有足够的摩托车专用道 是我国现今道路设计的一大缺陷 而这无疑是在把摩托车歧视 推向风险的浪尖 50对50 然后我们的专业倒是很少的 不足以给他们使用 所以我建议 给我们未来的道路建设 是应该一定要有那个摩托 我们在那个highway 我们一定要划出一些地方 是让他们知道 告诉他们说 这个是摩托车别的 有效的去管理 分开摩托跟车 在highway车的死速更快 一旦有车划发生的话 它的严重性更加大 在专用道不足的情况下 摩托车骑士就像自动往低处流淌的水 把目光投向紧急车道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摩托车车给他们走 你可以看到 如果等下你有那个高速道公路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摩托车 是走在那个emergency lane 紧急车道就是一个问题 在我们来讲 我们驾车的人士来讲 如果一天我的车坏了 抛苗 还是说我车祸了 我车还能够动 我一定把我车停上在那个紧急车道 但是摩托车就觉得说 这个不是紧急车道 这个是我的路 我的摩托车车 所以在这样子之下 我们发生到看到很多贴车手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导致很多这样的问题 那个没误览 你可以放误览 有些地方 时速可能已经是实用了 在路上很多人是跑坏的 我们叫做dual carriageway 我们叫那个physical barrier 有些路是没有的 有线 有线 双线 也好 单线 也好 这种 它不是真正分开吗 可以把它就真正的 physically分开 所以这相对创的车呢 是减低的 大约25年前 瑞典最先通过了 交通事故临死亡愿景 之后在全球扩散采用 背后的核心观念 在于每个人都要做好本分 驾驶者遵守规则 道路设计符合规格 执法有效 法条合理 串联社会各阶层 做到一个都不能死 基本上我们道路设计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根据一些 standard design standard 本身叫的 但是问题是在 那个design standard 不一定是完完全全使用 在每一国家 所以我每次讲的 我们有摩托 我们有汽车 但是我们的道路使用 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我们的建设是给车 不是给摩托的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就自己自求多福 留言 订阅 明天 记得